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们是创意领导中心推派的主持人 我是罗夫 我是伟山 伟山 我们今天的贵宾来头不小 他的腿很长 好帅啊 今天我们的贵宾是颜长寿董事长 我们董事长他奉献了几十年的精神跟心力 在我们台湾的观光产业上 不管是台湾独有的人文文化 或是近几年来那种 新兴充满热情的新兴文化 董事长他都一直希望 全世界能有更多的人 可以看到台湾的美 可以感受到像台湾人的热情啊 对不对 是啊 所以董事长为了落实对于台湾的期待 他还创立了财团法人工艺平台文化基金会 这基金会已经创立有六年之久的时间咯 在这期间啊 他为花东地区举办了许多工作营 夏令营 各式各样的活动 而这些活动也正式展现了董事长对于台湾的热情啊 真的好厉害哦 董事长愿意花这么多心力跟时间这样帮助台湾 在座的同学们 尤其是要毕业的大四生们 我们又可以为台湾做些什么呢 我想大家今天来到现场除了想要看看我们董事长帅气的模样 还有修长的腿以外 我们也很想要听听看他分享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但是最重要的 我就私心的也为大家询问一下 韦珊你一定跟我一样 我们都很想要知道说现在放眼全世界啊 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大学生 那在台湾现在的社会中 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去装备自己呢 是啊所以我超期待今天的哦 对美初那我们就马上欢迎 让我们在欢迎演讲者出场之前 我们要先欢迎一直默默关心我们 而且一直照顾着我们亚洲大学的学生 最近又刚好发表了新书 创新时代十二个人文思维 让我们一起欢迎亚洲大学大家长 蔡静妈蔡校长 欢迎校长 孙静的那个严总裁 那我想大家一定是期待他的演讲 那我是代表亚洲大学感激 因为那个学生非常的忙 他事实上要做很多事情就是为台湾的下一代 为台湾的未来 他现在正在做一些实验室的一些 有很多的理念 就是实验室的一些翻转 那个教育 那特别是对于弱势执勤的帮忙 那像在台东 在宜兰 在公益平台 结合很多这个有心人 很多志工 我们亚洲大学也鼓励志工 所以我希望那个透过总裁今天的演讲 能够给我们年轻的我们的下一代 有一些企划 然后能够追随他 他是我们年轻人的导师 他所设立的这个公益平台 也是我们的台湾 台湾这个高等教育 不是高等教育 整个教育界的一个开谋 那我想最期待 最期待这个 我们赶快来听那个严总裁的演讲 那再度感激他这个 为台湾对台湾的爱 对台湾的奉献 对台湾未来一代的努力 谢谢严总裁 谢谢 接下来就让我们 一起掌声欢迎 身材很好 而且又很年轻的 严长寿董事长 欢迎 谢谢两位同学 校长好 这个馆长好 主任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真的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 那么我必须坦白的讲 我有一段时间 没有在台湾的大学里面演讲 一方面因为我自己本身身处台东 距离遥远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台湾的大学实在太多了 我单单今年 这个毕业典礼大概已经超过 十个大学要请我演讲 我都筹不出时间 所以我觉得很欠疚 但是亚洲大学 却是我承诺一定要来讲的一个地方 一方面因为我 因为这个江贤二老师的关系 那么因缘即会 能够跟亚洲美术馆有更进一步的接触 跟亚洲大学也有进一步的来往 那么校长夫人也到台东见过面 但是更重要一点就是 我觉得亚洲大学的办学理念 或者是不管是校长的努力 不管是所有的同仁 都希望能够办出一个不一样的方向 对我来讲 这正是我自己所期待 看得到台湾未来年轻人 应该往怎么样一个方向 来看到自己的重要的起点 我必须坦白讲 我在过去的一生里面 大概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在说服政府 我试着要改变政府 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失败了 那么这个失败的过程非常的长 我曾好长的一段时间 当我在美国运通的时候 我后来变成美国运通的总经理 大家都知道我的背景吧 我没有读过大学 所以我是从传达 后来做到总经理 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 就不需要讲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 就请看《总裁师子星》 在座看过《总裁师子星》 请举手 哇 还不少 因为我想已经 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中年人的时候看过 他说我从小就看你的书长大的 不过有年轻人还愿意看 我真的很感谢 那我要讲的是 那个时候所描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对我来讲 就是原来在一个平凡的一个人 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找到自己的那个热忱 找到了自己 可以为这个社会付出的 那个力量的时候 那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我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我不知道总裁师兄 有没有描述到这一点 我在1971年的时候 进入到American Express 我那个时候是传达 到1973年的时候 我就做American Express的业务代表 那么这表示我已经升了好多关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运通 只有我一个人是没有大学毕业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要传达 跑性见的地性的小弟 那么等到我一个杰出的表现 让外国人感动了 然后后来就开始让我放开了 用大学的条件来限制我的工作 那我呢当然也很认真 那么后来我就变成业务代表了 我记得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公文 是我的外国总经理交给我 他说Stanley 我那个时候英文已经开始进步了 因为我突然发觉说 英文变成最基本的沟通的能力 而我本身非常重视沟通 所以我要告诉同学的 今天贯穿所有的里面 很多都参照沟通 跟自己沟通 跟世界沟通 跟外界的沟通 那么我要讲的是 当我发觉英文变得很重要的时候 我居然两年里面的英文 可能比我整个从国中到高中 到大学的很多的年轻人 我在英文大概已经可以比大学生不差 那么因为你看到了一个目的 那这个我就不再讲那个过程 可是有一件事情让我看到很重要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1973年的时候 当老板给我一个公文说 这边有一个世界工作母鸡展 在汉诺威举行 他说希望你们派人 让台湾 美国运通是全世界的总代理 因为美国运通 大概世界上有800个分公司 我们有信用卡 有旅行支票 有旅行 也有银行 所以它非常大 它甚至于美国所有的美军里面 都有military banking 也就是军中银行 就等于是在军队里面 要存钱领薪水 都可以经过美国运通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组织 那个时候 我当时收到这个东西 它就告诉你 在德国有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s Exhibition 也就是世界工作母鸡展 那么当时我翻译出来 叫工作母鸡 我还不懂什么叫工作母鸡 还有公鸡不成 后来我还知道 原来他所做的Machine Tour 在台中很重要 就是做机器的机器 就是他创造机器要靠这个东西 所以他的零件怎么都要做 台湾现在台中 也是精密机械的重镇 那么那个时代 他给我这个东西 他说你就叫大家来报名 我的总经理觉得 我们是全世界总代理 那你们台湾的机械 一定会要来报名的 所以你就叫他们报名 我们是他全世界总代理 我就去找机械工会 我说总干事 我说我们是美国运通 然后我们有世界工作母鸡展的展览 如果你们要来参加的话 就要来我们对报名 我把报名单交给他 他说我没有兴趣 他说我没有兴趣 他说那里面 澳洲那里面 没人可以去过 他就说从来没去过 我说这样子 我说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不会去 没可能的事情 这个总干事就把我打回票了 那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想好了 我回来只有很垂头上气的 跟我老板说 It's not ready OK They don't want to go 他说不要走 那总裁说那也没办法 这就是台湾表示他还没有成熟 所以他就回了一个信 给总公司 The market in Taiwan is not yet ready 也就是这个市场 台湾的市场还没有准备好 可是这个事情就交差了 他就把那个fire就交密 所以把它放到closedfire里面 就是这个归档了 可是我在那一个礼拜里面 我没有办法 我去脑筋里面 一直觉得something is wrong 我一直不知道 要怎么去解答这样一个问题 有一天我突然间早上醒来 我觉得我不服气 我觉得这是不合逻辑的事情 我又打电话给那个总监事 我说总监事 请问你们下一次董事会是什么 下礼拜啊 下礼拜啊 你要做什么 我说这样好不好 你让我有一个机会 跟你们董事会 亲自来讲说明一遍好不好 我会跟你说买气啊 你要读书啥 我说拜托 让我来跟他们试着讲讲看 我说我觉得这个对他们 对台湾都很重要 总监事会说 他看到我这个年轻人那么热忱 他说这样子你来 我不敢保证他们一定要见你 那么就先开董事会 你在那边等 如果要我就把门打开 你就进来 那么如果不要 那就抱歉了 我说没问题 我就等 我在那边等他们快两个小时 在门口等 等了一下 过了一下 两个小时过了 突然间打开了一个门缝 总监事会说来 小燕你去哦 不要讲太久 我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我想有这么短的时间 我怎么样去刺激他们 我说各位前辈 我听说你们学机械 都是到日本去学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说我可不可以说 日本就是你们机械业的老师 对对对 可以这样说 我说那请问 日本都是到最后的 那个时代都是讲本省话的 日本都是到最后的 他说中国啊 当然是中国啊 全世界最后的就是中国啊 他说德国啊 当然是德国 我说哦 德国 我说我可不可以讲说是 德国是日本人 学机械的老师啊 对对对 可以这样说 日本德国有点厉害 我说这样啊 我说各位前辈 有一件事情我不懂 我说你们都是到日本去学 对对啊 我们要讲日语啊 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讲日语嘛 四十几年前你想想看 对不起 我不小心把我的年龄 都透露出来了 那他说好 那他说那既然你是这样子 我说那我 你们都去跟日本学 他又方便 语言又通 我说各位前辈 我有一件事情不懂 这是头一拜 我要带你去老师的老师家 你说不可以去 他一听不知道怎么讲 我说不要说他们 我说各位 你们都没有去过欧洲 我说这是唯一一次 可以让你打开眼界 看到世界机械业最进步的机会 而且所有各国的最好的东西 都在那边展览 而且你们没有去过欧洲 法国也没去过对不对 意大利也没去过对不对 英国也没去过啊 这样子好不好 我带你干脆 梦哪儿减西口 一起都走一圈好不好 他们想一想 好像有点诱惑 顺便还可以去玩 他说你回去 我们参照一下 也没有给我答复 就把我赶回去了 我回来很失望 我想大概讲不动他们了 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 那个总战事打电话给我说 小燕 你又够厉害哦 我们现在23个人报名 23个报名 那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讲说 你能够超过15个人 他不懂英文 我说没有关系啊 你超过15个以上的话 我们可以拿到一张免费机票 我们负责派一个人陪你去 结果他们有23个报名 我就回来就跟我总经理报告 说老板现在有23个报名 他这个事情不是已经close掉了吗 我说我又让他打开了 他说哇你蛮厉害的 我说老板不过我答应他 说超过16个 我们就派人陪他去 那我们公司现在要找一个人 你要推判谁 他看了半天 全部同仁都没有去过欧洲 他看了半天 好像没有什么人有特别准备好 就看到我说Stanley 如果你能够把死马当火灭 当然不是他用英文讲了 If you can convince them then you will be the right person Why don't you go 他说为什么你带他 我说老板我没去过欧洲 他说没关系啊 他们也没去过欧洲 那么总而言之 我就这样子 变成我生命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向欧洲 而且不是去一个国家走向了那么广 我要告诉同学的这个故事 我在以前演讲的时候都告诉年轻人 为什么 也许你本来没有任何的目标 只是想要争取一笔生意 可是最后居然是变成 我是台湾我们公司里面 第一个中国人可以到欧洲走一圈的人 那我就变成什么 pioneer 就是最早打开那个市场的人 于是后我就开始教第二个人 说我变成他的老师了 我变成老塞户 因为我自己走在前面 所以从此以后 我们几乎美国运通到世界各地 开拓任何的路线 不管是去阿拉斯加 不管是到南美各种地方 我都是第一个去的 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 结果会被因为意外的这样的一个 激婆 热忱 然后居然让自己最后 受到这样子的眼光完全地打开 所以这个时候让我知道说 生命中其实很多事情 当你只要把那个热忱 可以付出去的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 你其实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未来 但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 所以刚刚我给各位的第一个建议 就是你必须要用无可救药的热忱 去面对你的工作 那个可以变成非常无聊 非常面对可能会受到的挫折的时候 你可以仍然可以在挫折中 找到新的方向 去说服别人 找到当我的目标不再是为了我自己 不再是为了只是公司的时候 当我带他们去了一圈以后 我自己走过了整个的欧洲 我试着记各种的风景 各种的景点 各种的文化 Van Gogh的什么的 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自己变得非常地丰富 但是更重要一点是 当我回来以后 我发觉说 从此以后 台湾再也没有在 Hannover的国际机械母鸡展里面 缺席过 也就是这些人回来以后 就告诉对方 他们甚至有的人 是跟那边买机器回来 然后买了机器回来 发现它的东西 马上就一日千里 它的速度已经跟日本的 可以评价齐驱的时候 你就突然发现说 他们看到了这个目标 其中有一个老板 买了一台机器 是专门做斩钢用的 就是那个钢 以前都是用水刀 慢慢锯了半天一块 然后它再来做材料 它那个东西 你照那个尺钝材料放上去 它刚刚刚刚就打得出来 它就是利用了很快速的道理 我们老板很厉害 都是要我说 小燕 你再说看看 他说这个东西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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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不需要 放那个自动的不孝 我自己会设计 就是最后那个 当当当当当切的那个 你只要说头前摆了 只要买后面而已 我说人家有这样卖的吗 他说没关系 你给他说看看 头一摆高官 我们中国人会讲这样 台湾人 我头一摆高官 那我就跟对方 不好意思 我还是跟他讲了 结果对方 我说我们从台湾来 第一次来参展 我说这个前套太重了 因为它运输什么都很贵 那个时代 但是这个部分 却对他们很重要 他可以另外设计台面 你可不可以给一个 特别的价钱 跟总公司商量 他说没有人这样卖的 那拜托你跟总公司商量看看 他真的打电话给总公司 说这个是这一批台湾人 哇 这个这个这个 看起来都土土的 但是 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 我记得 汉诺威 德国人看到日本人进来 是不准拿召喚机进去的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都在操德国的机器 他看到台湾这些都聪聪啊 所以他也没有那种戒心 他说好 那就卖给他 大概打了六折卖掉 所以他用更轻的机器 更便宜的价钱 更简单的运费 运到台湾 他一装一个台子以后 那个机器变成 替台湾唯一一台效率这么好的机器 所以他每次看到我说 我们常常后来变成有聚会 他说小燕 只有这台鸡 你就会贪很多钱 我要请你吃饭 从来没请过我吃饭 那我要开玩笑的是 从来我也不在乎他请不请我吃饭 因为我们在聚会都会吃饭嘛 那我要说的是 我的那个心里的成就感 各位同学记得 那个成就感绝对不是那一顿饭 成就感绝对不是为公司 从今以后每年拿到一笔生意 绝对不是说 我自己赚到了一趟到欧洲的旅行 我最大的成就感是 我改变了台湾机械业的宿命 也就是那个只跟日本学习的那个宿命 别忘了各位 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业务代表 也就是我只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业务代表 可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改变了台湾机械业的宿命 我不敢这样讲 但是去年 卓永财先生 他正好是精密机械的理事长 还是创会理事长 他们请我给机械业的年度大会演讲 我去跟他们讲这一段的故事 因为他们的爸爸的爸爸 可能都还跟我一起去旅行的 我记得台中有好几个 甚至于我那个hotel one 雅致开幕的时候 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就记得有一个老团员 特别带着儿子孙子来看我 就是说 谢谢你 我四十几年前了 还记得我那个时候 跟我出去旅行的那个经验 所以我要讲的是 生命中 你在无意中的那一只 每一个你要发掘的眼光 你要去接触到的事情 但看你用什么样的心去看 你所看到的事物 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是 看的就是简单的一个浮面 你也看得到是一个 更深层不一样的内容 譬如说 我就讲那次德国 我现在很快地讲这个原因 强调了半天讲这个原因 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个概念 我第一个当团体下飞机 在德国的高速公路 一上去我就发现 我们的司机是靠超速 他开140公里 一下开到160公里 我说 你超速 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地培讲 他说在这边没有速线 吓我一跳 你知道在台湾那个时候 又是牛车 又是离开卡 又是三轮车 脚大车 所以台湾最高速度是 60公里就超速了 结果在那边没有速度的限制 我就很兴奋跟他 大家各位注意 在德国没有速线 他说 这狗狗厉害 路这么宽这么广 然后开得那么快 然后你可以 You can drive as fast as you want 这个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你可以开多快就多快 我就跟大家讲 那个老板回来 我发现这些人一回台湾 第一件跟朋友讲 这狗狗厉害得有进步 那公路 塞多快就塞多快 标车都没给警察抓 很爽的 就觉得很棒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想象 他们看到了回来 就看到了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看到的不一样 我发现德国人非常守规矩 在高速公路的时候 重行车永远是最右边的车道 然后一般的游览车 也大部分都是中间的车道 为什么 它最左边 它的速度 只要速度慢 后面有车子在你后面 你就要让道给它 所以它最靠内的车道 永远是空着的 所以 That is why You can drive as fast as you want 因为什么 你随时要超车的时候 那个车道就是你的超车道 但是你超到你自己满意的速度以后 请你乖乖地回来 就是后面只要有人在开车 你就要让给它 也就是这个时候 大家告诉你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一个 严守纪律 互相有默契的 一种开车的behavior 一种行为 那么从第二点 我看到的跟人家不一样的 第一点看到的是 你可以开到任何自由地开 第二个你看到 并不是那么自由 是要守规矩地开 但是你在回过头之后 第三个层面在看到 民主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所享受的民主 看起来是 我们可以很自由 但是它的先决条件是 要尊重跟默契 遵守道路的规则 也要遵守 作为一个民主 现代人的一种规范 那么所以 当你看到那个自由 是那么美丽的名词的时候 你不能忽略掉的是 那是因为很多人都遵守 因为自由 同时要给自我的一些约束 对于弱势的 对于不同的条件的人 你必须要尊重他们的自由 或者我们有他的默契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讲到的是 大家一个 就是说你要有 无可救药的热忱 第二个 要有观察的能力 除了要扩大自己的视野 因为我要是没有走到 那么多的国家 你没有办法想到 你跟一个以色列谈话 跟一个德国人谈话 跟一个什么 你知道它的背景 它来自何方 为什么它会这样的表达 那么或者另外你到了印度 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印度是这样的表达 所以每一个地方 其实都有它的背景 那么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 你除了了解那个地方 扩充了自己的视野 你还有深度观察的能力 所以青年朋友们 不管你现在做什么事情 你必须要有 刚才我讲的这些条件 也就是你要是 没有办法让自己 可以在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能够用不同的角度 去看事情 那表示学校还没有给你 这样的一个场域 那么这个是我真正 关切的问题 那么在其实我要谈到的 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的 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 在我的一生中 其实这本书 我刚刚看到有些朋友 已经买了我所看见的未来 这本书其实 你们买到我还蛮意外的 这个书在八年前 曾经是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书 那个时候是 曾经被变成 公务人员的指定阅书 看书 那个年度曾经 因为这本书 我被总统邀到总统府去 对所有的文武百官 总统副总统演讲 可是八年以后再回顾的时候 我发现说 好像大部分我上面做的事情 讲的事情并没有实现 也就是说你发现说 你用了这么大的力量 想要告诉他的 我记得我在第一页里面写说 这是我的毕业报告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观光业的 台湾观光协会的会长 后来变成荣誉会长 我一直都介入到台湾的 包括国际旅展什么 我都是主任委员 那么所以我对台湾的美食业 这个推广各方面 都是站在整个市场的前端 我为了要证明给政府看说 台湾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跟各位强调眼光 我在那个时候已经观察到 台湾有一个潜在的危机 也就是说台湾在1971年以后 其实台湾就已经 埋伏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就是台湾的视野不够宽阔 公务人员没有国际视野 为什么 因为1971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 就是台湾退出联合国 那么当退出联合国以后 各位知道发现什么事情呢 这个是一个质变 很重要的一个质变 就是因为原来每一个部会 都有一个国际关系师 然后国际关系 技师 都是一些国际人才 英文要很流利 德文要很流利 法文要很流利 而这些人 他随时要参加联合国的 不管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不管是联合国的什么 古籍保存的会议 不管是内政会议 治安会议 什么核报会议 各式各样会议 所以各部会 包括卫生什么都要去参加 所以他就储备了一些国际人才 在他的部会是一个必要的事情 而那个时候对台湾来讲 有国际人才太简单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自从1950年以后到60年 开始到70年这一段时间 台湾大量的有留学生离开台湾 也就是那个时候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是大家都会讲的一句话 也就是只要精英都会想到 我要到美国去 也就是主要去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是脱贫 除了探索更高的知识以外 很重要一点就是让自己脱离贫困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太穷了 而且还有一个是台湾那个时候 随时都可能因为战争 或者因为脱离联合国以后 没有保障 所以那个时候这种不安全感 让台湾有大量的人过去 所以当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时候 到后来这一段时间 在经济开始成长的时候 这些在国外的人 一直都变成台湾的耳目 Eyes and Ears 因为在美国的大的学校里面 几乎都有台湾的教授 甚至于系主任院长 那么在美国的实验室 Bell Laboratory 或者是HP的实验室 或者是任何一个你可以想到的 重要的研究机构 都有台湾人在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今天早上还在跟科技界的朋友在聊天 他就跟我谈到说 他们在过去 就是不要说以前 就是这十几年前 台湾这个电脑业 快是成长的时间 他说他们跟旧金山湾 也叫湾 一个是台湾 也叫湾 他说两湾之间沟通 毫无障碍 电话拿起来就可以谈话 为什么 因为台湾一大堆的人潜伏在惠普 各种的高科技的公司里面 所以他们变成 当他要把一些技术要outsource出来 要外包出来的时候 台湾变成他最棒的捕手 也就是那个时候 当中国大陆在封闭的时候 从70年以后 就是80年90年 这一代是台湾是最棒的 变成世界的制造的工厂 变成世界的电脑的走到第一位的红机 当他都变成台湾的 这世界的很高的品牌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那个时代台湾 一方面是国内在进步 一方面是国际的 我们有内线 或者是有跟着时代的 最高的领域在发展 可是转眼之间 这个又是在衰退当中 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 台湾年轻人很少去国外留学 从最高的一年 最高到十几万的留学生 现在大概只有两万左右 而且以前都是 去了以后 都是待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才回来 现在是去两年 哪个学位就回来 硕士学位就回来 或者哪个博士学位就回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一个朋友 最近去美国走了一圈 他替我做了一个 对二年制的大学 做了一个整个的检查 他去了七十二所大学 去了一共二十五周 他说那些二十年制的大学 他的一个最大的感慨 就是叫做此消彼长 也就是台湾 再也看不到台湾的学生了 但是大陆 印度却大量的 从系主任到院长 到各式各样各领域的学生 全面都是 这个是台湾目前面临的 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考虑 所以回过头来再讲 当我在写我所看见的未来的时候 其实我是对政府 有很大的一个区带 因为我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从71年一直到79年 中美断交 然后一直沿路下来 一方面你看到我们在政治上 越来越没有舞台 另外一方面又看到 我们在经济上越来越成长 可是你知道那一块 早晚会爆发 当你没有这个机制的时候 你早晚会变成你的罩门 果然不错 公务人员越来越保守 公务人员越来越没有国际观 而这些人却是制定我们的政策的人 这些人却决定我们大未来的人 可是早期之所以看不到的原因 是因为早期有太多的人 在国外回来以后 进入到政府体系来 早期太多人回来以后 甚至于在台湾的民间工作 而这些人他们因为有很高的教育素养 也知道这个世界的趋势 这个时候这些人变成帮助台湾 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而这两年 当台湾再没有那个深根的人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几年前写过 写过一篇在报纸上的一个文章 也是在头版的 不是一个方块文章 我说是头版头条 这个就是我一个演讲 记者写出来 严长寿说 我们台湾正在耗尽 昨日人才在海外的存粮 也就是我们只有人存进去了以后 现在都提款提出来了 因为都回来了 可是没有人存进去了 也就是存进去 也都是变短期存款 没有长期存款 所以当我们在耗尽了这些存款的时候 最终这就是现在的状况 就是目前取而代之 反而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 大量的大陆的人 进入到这些研究机构 大量的印度人进到这些研究机构 而这些人最终的现在 在影响大陆的教育政策 这些人在影响他们的国际政策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现 这种此消彼长造成的一个 对整个环境的一种改变 让你非常的忧心 可是看到了问题 我就觉得台湾应该还有办法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观光业 后来我开始主管旅馆了 我开了亚都饭店以后 我发现我又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我就觉得台湾可以用别的管道 仍然保持这样的优势 也就是跟世界做朋友 我的一辈子都觉得 这个才是我看到的 观光事业的最重要的关键 那我说什么叫做跟世界做朋友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台湾民间开阔把自己的优势展开起来 我记得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的时候 台湾那个时候很多连文具展 自行车展 世界各种什么展览 台湾都是全亚洲最热门的 各国的精英都会来这边 然后等到后来走到电脑的时候 台湾电脑展也是全亚洲最大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 连Bill Gates这些人都会专程到台湾来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做饭店 他们住到我的饭店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得到 台湾在那个过程中间 就是从70年末到80年到90年这个阶段 台湾从制造业变成科技业的过程中 有大量的这些国际最精英的设计师 最精英的科学家 最精英的企业来到台湾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是封闭的 那我觉得台湾应该趁势而起 台湾应该趁着这个机会 让我们跟世界 让世界从非政治的角度看到台湾 也就是从非政治的角度 来欣赏台湾跟世界做朋友 可是很可惜 我试着做很多的事情 我后来加入到很多国际组织 我加入了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我是代表台湾的 通常是观光局长参加的 是我去参加 我跟世界各国的观光部长都变成好朋友 然后我努力地在跟他们结交 我认为I'm making friends for Taiwan 那么我的饭店的老板也很支持我做这些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我几乎有一个非常自由的舞台 我参加了leading hotel of the world 当时我那个饭店变成全台湾 唯一被邀请进入最杰出的世界 杰出旅馆系统 那个时候是有半岛酒店 有东方文化酒店 有Oakura Hotel Imperia Hotel 几乎都是世界级的旅馆 那个时候我进去了 以后被邀请进去 一个傻傻的年纪轻轻的人 一看到还要带太太去 还要穿那个晚礼服 然后我后来发觉说 哇 这不就是跟世界做朋友的最好的机会 我经过第一年以后 第二年开始 我就开始去做社交了 长话短说 我像个花蝴蝶一样 很快地就跟很多外国人变成朋友了 他们开会要开一个礼拜 中间一定有一天 你就会看到大家很 晚上每一天穿那个晚礼服吃晚饭 到一段时间大家也会累 那个酒会啊什么的 我就说 早一天我就外面订一个中餐厅 然后我先把菜安排好 适合外国人吃的 然后我就说 今天晚上等一下我们鸡尾酒会 吃晚饭的时候 我们就溜掉好不好 然后换个轻便的衣服 我带你们去吃中国菜 真的就有一些人跟我去 那个时候什么Felma的总经理 Savoy的总经理 跟我去 带着太太去 哇 一去了以后 那因为我很会点这些中国人 外国人会吃的中国菜 哇 都叹为观止 然后最后呢 我每一年去 现在后来变成 大家都跟我好朋友 因为每一年去都说 Stanley 这次我会不会跟你去 然后我说 今年我们哪一天偷跑 就是这些大老板 也有调皮的一面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原来跟世界交朋友 不一定要用政治 原来跟世界交朋友 用简单的中国菜就可以交朋友 原来跟世界交朋友 就是你先把手伸出去 所以我必须坦白讲 全世界 台湾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做造像我这样的职位的人 有半岛酒店的 Savoy Hotel的 Ritz Hotel的 全世界 所有的旅馆业的精英 都到台湾来看我过 那他告诉你的是什么 连丽丁 Hotel的主席 都到台湾来看我 瑞士的 那个骄傲的 不得了的人 因为我先伸出我的手去 我先用非常客气的 humble的 然后让他可以接近的方法 让他被感动 那么这个时候 你说我的朋友 那个时候真的时候 到后来我做了观光协会会长 到世界各地去推广的时候 到每一个地方推广 那个世界五星级的饭店 我去推广的时候 他居然让我用他的厨房 我带了厨师去他的厨房里面烧菜 那些法国人都觉得很奇怪 我的厨房为什么要给中国人用 那结果我们做了以后 那些法国人还很 厨师还觉得 哇 学到一些新的技巧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用这样的方法来交朋友 我出去推广的时候 我说要政府 你们要去不要我去 要去的时候 就要做这个规格 我带着张杰 带着各式各样的人 到后来我带着顶泰峰 石阳三房 胡德夫 云门二 我带着很多台湾各种的 那个时代的艺术文化的人 到世界各地去 我带他们享受台湾的茶的文化 禅修 零古方都跟我去 所以你可以想象 想象我那个时候 是用什么方法去 想尽办法 想要让政府说 这才是台湾的核心价值 所以各位看到那个书上 我第一个说 台湾的优势在哪里 你翻过来看到 我就说什么 文化是最大的价值 也就是从八年前来看的时候 文化是台湾那个时候 最大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八年前我已经预测到两岸将要开放 所以我一直想要苦口婆心地告诉政府的是 请你不要急着让所有的大陆人都来 请你先把他们的精英带来 我们要给他的 我就用了两件事情问他 我说到底我们要赚他们的钱 那个时候台湾钱还很有钱 八年前台湾经济还不错 还是我们要让他们感动地回去 我说如果我们认同要让他们感动地回去 那么请你先让他的精英过来 我给他们甚至做了一个建议说 最简单的是现在美国已经去 有很多的精英 在大陆要申请去美国的居留证的 有护照的一大堆 我说只要有美国居留证的 有美国签证的 有加拿大签证 有德国签证的 你就让他到台湾的时候 落地签证 我就给你一个五年的 Multiple Visa 也就是你只要拥有这些证件 连美国都让你进去 你怕他来台湾不走吗 所以根本 我说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 釜底抽薪 怎么样找到最有国际观 而且最容易被感动的人 可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到最后我们就冲量 当变量的时候 就变成500万到600万到700万到800万到1000万 这次选举要2000万 可是当你看到 当你这无限的膨胀了以后 你发现的是 我们只是在做快速的开发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我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我分析给政府看说 我们最大的优势在哪里以外 我说文化是最大的价值 然后我中间还强调了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从观光课的分析 分成三个不同层次的观光课 第一个层次就叫做走马看花 You are riding on the horse and admire the flower 也就是骑在马上面快速地走过 我说这种客人是最不适合台湾的客人 我们要的是那个深度旅游的 对你的文化 对你的环境了解的 对你的人产生性欲 第三个 你要的是那个无奇无为的 各位想想看香港人 他们住的是多小的房子 多几的城市 如果他们有机会飞到台东来 我们有机会到台中来 台中每一个餐厅都大得 比他们的一个旅馆都还大 他们当然不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台中 各式各样的旅馆餐厅 那当你知道说 当你要知道你的优势 当他带了台东 看到那个大山大海太平洋 然后这么空旷 然后空气那么好的时候 这才是他们要的 如果他住在一个民宿里面 住个一个礼拜 什么都不做 这叫做无奇无为 因为我在这边 在香港紧张的钥匙 做了这个一年的事情 我来到这 我希望一个礼拜让我沉淀下来 然后看到那个很优雅的民宿主人 又有气质的 又懂得泡茶的 又懂得禅修的 你觉得他是会被感动 事实上这个方向 都我一直在这样做 事实上我也影响了很多人 因为这样来 港大有一个文化领航班 是一个硕士班 从五年前开始 每一年特别带一个文化的硕士班 到台湾来 他们只到高雄 然后下飞机 就我们安排一部车子 到台东五天 只走台东 而且连续五年了 然后像现在呢 不是我们现在在池上 不是有那个 那个 什么表演吗 又是优人手骨 又是云门 他们都在那个前后来 赞叹得不得了 然后连续五年 那个院长一直 他自己都要亲自陪来 因为他每天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那每一次都要 条件是我要给他们做一个演讲 要讲英文就是了 那我要讲的是 当你看到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 你明明知道这是台湾的优势 我明明讲到说 我们要放弃那个走马看华的客人 我甚至于正好巴巴风灾 我请麦肯锡 你知道Betterman can see is very expensive 他们愿意因为台湾发生灾群 所以他找我 他说我愿意 为你们免费做一个调查报告 那这个调查报告 你告诉我在哪里 因为他看到跟地方政府不好打交道 他就说他要跟我来合作 我说你就了解花东 适合怎么样的市场 结果你知道他把全国 全世界带了各种专家来评估 然后最后就讲说 台湾尤其花东 最不适合的叫做Mega Tourism 就是大量观光的那种观光客 台湾适合的就是我讲的 深度旅游跟无奇无为 这个报告印出来人家免费的 他说equivalent to他的hour的那个dollar 大概是要几千万台币 他们花了半年的时间把我们做出这样一个报告 我送给总统府 送给院长 送给部长 结果发现没用 因为什么 没办法阻挡的就是希望大量的客人 让所有的地方能够受贿的那种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也就是转不了头了 因为一旦到了这个时候 你就看大量的旅馆开始清建 大量的路客进来的数量超大的时候 我不反对路客 我觉得没有意思要反对路客 我要讲的是 请开始的时候 想清楚你的目的在哪里 如果我们跟他是同文同种 语言能够通 文化是同的时候 他是最容易感动我们的是那种生活的态度 文化的价值跟自由民主的环境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优点 我们只想要炫耀旅馆 炫耀那个餐厅 你根本比不上他 他们现在更多国际的人士在上海 在北京 他的水准比你更高 所以这个时候 当你搞不清楚自己的优势的时候 这才是我们的危机 所以我为了要证明给政府看 我1987年办了青年总裁协会的亚洲大会 我做了亚洲的主席 为了要做这个大会在台湾办 非常成功 结果因为很成功 他们后来邀请我说 1992年办一个世界大会在台湾 1992年那个时候 其实台湾根本不 就是对国际的观光旅游市场 不觉得台湾是个重要的事 是因为我的鼓吹 因为那个成功的经验 所以我就变成世界大会的主席 然后只为了让台湾的政府看到说 这才是对的 你看那些人来了八九百个人 都是世界的顶尖的人物 然后来到台湾非常感动 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发觉说 哇 原来你做这么多的示范 我办过PATTA的世界大会 ASTA的世界大会 我办过Young President Organization的世界大会 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说 它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 那么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地方 也就是你可以做 你可以在三地示范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得到 全民的共识的时候 如果公务人员看不到 这些是未来的方向的时候 如果那个主政者自己都不了解 这是可能的机会的时候 他最后到最后就是 求树立 树效 打特效药 快速的那个 那么为了选举就赶快树枝 提高树枝 这个时候变成我们的灾难 那么所以从这些过程里面 我觉得非常遗憾 我们错失了 让自己能够更加 能够证明出自己优势的机会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的是 下一个阶段大家看得到了未来 我刚才讲的是过去 那么我现在在那个八年前 我所看到的未来 到现在我再看台湾的未来的时候 我必须告诉各位 时间 时机已经越来越严峻 也就是机会越来越少 我们出来的大学生越多 但是各位可以蒙心质问 你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了解说 那么你的竞争力 又没有跟世界的趋势 能够走在一起 所以我大概去年吧 我跟教育部长做了一个对谈 我去跟部长说 我说部长你要记得 台湾那个最流行的叫五龙 我说你记得那个五龙的意思是什么 它前面有个龙珠 我要告诉你 那个龙珠就是世界的趋势 龙头 你就要看着趋势要动的 你不能把过去的教学 永远放在一起 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 教育应该不一样 我特别强调 请家长 请领导人 不要用后照镜在看台湾的未来 后照镜就是我走过的路 来看台湾的未来 你必须要用像探照钉一样 在最高的高处去看台湾的远方 可是当他没有这样的视野 没有那样的警觉的时候 这才是我们台湾真正的危机 所以那个时候 当我开始提醒政府的时候 我一再地强调 请你了解世界 真的在快速地改变当中 可是当我在写 教育应该不一样的时候 我鼓励政府示范了这些 所有的跟世界做朋友的时间的时候 二十年后的今天 你再叫我讲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也就是现在再说 我们要变成亚洲的国际会议中心 理得不理你 那个时候是一大堆精英来台湾 现在大陆 深圳都有 比我们台湾大很多的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 苏州都是大的国际会议中心 台湾机会已经失掉了 可是我们的经济部前几年来找我 我说宗泰 你那本书我们现在决定要做国际会议中心了 我说 you guys are just about 20 years too late 现在大陆是 about 25 years 30 years too late 也就是说你现在在想的话 我们真的是现在再来做国际会议 已经没有机会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当大陆已经这么成熟的时候 其实那是一个让台湾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时刻 为什么 大陆是封闭的 为什么 那个时候大陆 美国的经济 劳工 大家要记得 30年前劳工的罢工很厉害 30 40年前 所以他们后来就有一些产业就开始要外包 他要外包出去out source的时候 他看到亚洲是最好的对象 因为欧洲很贵 比他更贵 所以他看到亚洲的时候 他看到就是什么 日本 韩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因为什么 70年代的时候 东南亚还在打仗 越战 然后大陆是在做文革 所以这个整个都封闭掉的时候 他只看到这几个国家 可是日本是一个工业国家 已经很成熟了 然后韩国又走日本这一条路 所以韩国等于是跟着日本走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台湾 香港 新加坡 谁最有机会 当然是台湾 为什么 台湾的腹地最大 人口比新加坡 香港我们人最多 所以那个时候各位必须知道 是一方面是自己的努力 更重要一点是十四兆英雄 也就是那个机会的云朵在台湾的上空 而那个时候台湾均沾了许多的雨露 可是那个云已经飘了 各位知道说现在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现在状况是 最早的时候台湾制造业 开始人工开始跪起来了 于是我那个时候在做亚都饭店 我就看到了 美国来的常常都是设计师 比如台湾那个时候是做鞋子的重镇 所以都是Nike的主要设计师 都跟了一起来的 为什么 他设计的人怕那个打样被人家偷操 所以那个设计师都在现场去 交工厂 你做完他现在看 看完了以后可以就马上就发包 那这中间采购的就去谈价钱 他们一住就住在亚都 就住一个月以上 因为他要设计修改什么的 各种设计图案 叫你打样作业来回 服装各方面都是 所以我是亲眼见证这些人 那个时候是一住就住一个月 然后他的工作其实就是在 这个时候你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 那告诉你的就是台湾那个时代 是美国的下包工厂 那么如果我再用不客气一点讲 那个设计的头脑在美国 那个制造的双手在台湾 也就是他想出东西来 你做好学生你就给我照做 你不要给我想花样 你就照做 我可以告诉你用什么样的机器 怎么样做技术教你 你就不做这个 所以台湾就永远是 那个制造的双手 所以那个时代 台湾的考试制度 是适合这样的学生的 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的 也就是说台湾只要会考试 读书好事 你答标准答案就好了 因为老师是在美国 学生在台湾 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 台湾大陆开放了 于是我们的产业开始外移了 那个双手在外面 台湾从原来制造的双手 变成了什么 接单的双手 因为我们台湾的经济那时候 好成立一些公司在大陆 什么我们就是 美国跟我们的默契很好 所以它技术还是教我们 我们拿了以后 交给大陆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变成 转包的手了 这个转包的手的寿命是有限的 因为很快会被接受 所以当你想清楚了 我刚刚跟各位讲到高速公路 我刚刚讲到自由民主 其实就是因为自己推得远一点 看知道这是台湾潜在的危机 所以在我所看见的未来 我一直想要告诉政府的是 我们必须变成 创造的头脑 我当写到教育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强调我们必须要变成 设计的头脑 而不是那个制造的双手 因为台湾已经没有办法 变成制造的双手 所以当你要变成设计的头脑的时候 这个时候教孩子的方法 已经不一样了 各位同学最近一定看到 那个网络上 有一个电脑 把这个人脑给打败的围棋 各位知道 假设围棋这么复杂的东西 它都可以快速地分析 然后得到答案 然后比你人还厉害的时候 请你告诉我 如果我们现在学校 大家所有读的这些书 标准答案 是非题 选择题 如果把这些题目 全部放在电脑里面 难不难啊 所有的答案放在电脑里面 难不难啊 那如果说你拿了那个手机 里面那个Siri 你已经有这样的标准答案的话 它可能答的题目比你更快 速度比你更好 那么我们还在教学生 使记这些东西 还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当你知道 时代已经转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居然我们忽略掉了 我们必须要改变那个学习的方法 所以为什么这几年后来 我就全力地投入在偏乡 试着做翻转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老师必须改变 可是我发现 五年前我去看教育部长 我发现说 哇 那个教育部长 每天在应付立场委员 应付这个 那个一下总统打电话 一个院长打电话 一下他根本心神不灵 所以我发现 我想要跟他讲的事情 我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关注 不表示他不重视我 只是他要应付太多的 又是媒体 又是立法文 一大堆的人 动不动下一个约会又来了 所以我后来说 部长不要耽误你的时间 我在耽误你的时间 我自己想说 我也在耽误我的时间 I'm wasting my time 所以后来我才写的那一本 叫教育应该不一样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偏命在演讲 可是各位不知道的是 我十几年前就去跟教育部讲说 你们如果继续让那么多的大学 没有主题的往上成长的时候 你将会摧毁台湾的既职教育 十几年后再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既职教育完全被摧毁 回不去了 也就是你现在无法再回到 从前的那个样子 即使回去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哇 你看得更远 并没有帮助 你写出了书 你提出了警讯 并没有得到共鸣 原因在哪里 因为如果那个老师不改 跟那个教老师的老师不改 那么家长一定不敢改 因为他考试题目是他出的 那么当他出了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就非得要这样 那为了要抢进好的学校 他只有用这个游戏规则在玩 可是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几乎是铁板一块 所以为什么在过去这几年 我最后的决定就是 我参与了华德福教育 那么然后我自己也变成 华德福 宜兰痴心华德福的董事长 然后我为了把宜兰痴心华德福 又搬到台东去 我在偏乡做了第一所 华德福的教育的学校 然后我在那个学校里面 又开始从华德福教育 又转换到变成现在国际教育 也就是基础教育都是用华德福 华德福代表的是什么 各位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当现在电脑变成这么样的实用的时候 它对人类有一个严重的威胁 就是你依靠电脑到了一个程度 它一方面变成天使 一方面变成你的恶魔 各位知道天使 是过去这几年来 全世界的教育网站已经大量的兴起 尤其以英文为主的美国 有三个重要的网站 一个叫Coursera 一个是Udacity 一个是EDX 这三个网站 狼瓜了 哈佛 Stanford MIT 所有重要的课程都在里面 请各位告诉你 如果我们台湾的教授教的功力 还没有办法比他们厉害的话 他会听哪一个的 如果英文好的学生 反过来讲 如果有自信的老师 会说 学生 去看哪一个人的课 我看了Stanford 哈佛的那个课程 我觉得这两个 哪一个 你们分两组去看 下一次来 我们就直接讨论 教授多省力啊 也就是说 你已经 那个基本课程 就是我们台湾找一个 最棒的补习班老师 把他讲的课都录下来 大家看就好了 完了以后 跟真正最重要的是 那个讨论 各位知道 这个革命 是在过去这几年 从中小学变成大学 这个是 我想都不想到了 我在五年前的时候 大声几乎 四年前大声几乎 我讲的是 就是中小学的 课程的改变 翻转 可是我们 我有一个志工 从矽谷回来的 他后来成立了 一个基金会 叫城治基金会 就设立了一个 军医中小学 就是我现在台东的学校 叫军医 不不不 他就设立一个 军医教育网站 那么军医教育网站 现在已经 大概三四十万人 在上网学习 也就是你可以 照自己的速度来学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是 他是用中文的 就是这个已经连马来西亚 什么都在用这个网站 可是他让偏乡的孩子 能够有机会 他能够跟不上 他可以照自己的速度 重新回 再学 他能够是六年级 他可以读四年级 重新读上去 而且不会耽误到老师 你更厉害的 你国中的 你可以读高中的课程 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他让你有更多的空间 可是真正的挑战在哪里 就是大学当开放了以后 全世界现在 已经分成两种人 一种是懂英文的人 一种是不懂英文的人 虽然我们说 英文不是唯一的语言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英文已经变成最重要的 得到知识的工具 从大数据里面 我最后看到的资料是 54%的研究报告 全部是英文的 全世界 然后什么 中文的只有四点几 你看中国 包括中国 那个俄文的三点几 德文的几点几 也就是把这些 全世界的加起来 不同的文字加起来 才四十几点几 但是英文占了54点几 他告诉你 假设你不懂得英文的话 你可能失掉了很多 最先进的 最前卫的知识 而不自觉 所以这个时候变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威胁 于是我在台东 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改变那个现象 于是我三分之一的孩子 是从偏乡的原住民的 家里面无法翻身的 低收入的 我收他们进来 免费让他们住在我们学校 我给他们宿舍 给他们服装 帮他们那个 我重要一个目的是 我甚至于我现在 刚刚我们在高一 现在才成立 我高一 两个英文老师 一个是外国的 做他们的导师 副校长 兼做他们的导师 我就是连哄带骗地 插着你都要你把你英文给我 做好它 原因在哪里 当你懂得英文以后 你到哪一个角落的时候 你都会 马上就可以找到更多 更先进的知识 当你真的喜欢 你最终要找到一个专业 那个语言是一个工具 大家别忘了 那个语言同样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说是 现在有一大堆的外配 我们台湾不会用这个优势 我们一直在讲说要到南京政策 要去那边去招生 我们这边里面就一大堆的外配的孩子 他如果说你叫他说是 你今天学越南语的 学印尼语的 跟你的妈妈去学 你如果会懂得这些的 然后再来学管理的 工厂管理的 企业管理的 研发的 然后这些人 你相信郭台铭这些人 要不要把他派到越南去 派到印尼去 变成我们最棒的力量 所以这个时候 这些人会突然间 以他的母亲为骄傲 突然他会对他母亲的祖国 更加地有感情 这个时候台湾要是 懂得善用这些资源 它都可以变成 语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penetrate 走进 而且你去了人家 还会接受你 因为我的妈妈是越南人 那就不会有仇恨的心态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 台湾已经有这么多的实力 我们不会用它 我们东语系 大概都已经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就告诉人 我们只是看到主流的时候 却忽略掉自己的 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优势 所以我说 那个龙头在改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世界的趋势 要衡量自己的优势 然后你的龙头要跟着动 当龙头开始动的时候 你必须要变成共事 凝聚了共事以后 要变成政策 变成政策了以后 变成国家教育研究院 教学的内容 最后变成老师执行的方法 最后变成政府评鉴的标准 如果这样子 这个整个身体才可能动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政策的时候 你龙头动了大部分 一动家长就反对 老师就反对 那校长一定下台 都说先是部长 所以我们的部长 阵亡率特别高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他耐不久 那公务人员也不愿意去改变 因为公务人员看不到这个威胁 所以他只是求自保 所以这些都是目前台湾面临的真实的问题 那么好 在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以外 我要告诉各位 下面总要给大家一些希望 那么台湾必须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未来 年轻人也必须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未来 一个你必须要了解我们的障碍在哪里 你知道连北京 那个教育学院的什么钱影一 是清大的管理学院的院长 都是哈佛 史丹佛 每个学校都做过教过书的 回到大陆现在在教书 钱影一他们都在大声疾呼 他说你们在北大的学生 不要以为了不起 你们在清大的 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 你知不知道现在印度有成千上百万的学生 是根本就直接无障碍地 在学美国的第一流的学校的课程 你听了要不要紧张 连大陆都在谈这个问题 我们台湾听不到政府的人谈这个事情 听不到教授谈这个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才是我们真正潜伏的危机 那么我所看见的台湾的未来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从八年以后再重看的时候 有许多原来在我所看见未来里面讲到的 依然有效 为什么 湖乃园大家知道吗 小提琴的那个演奏家 前天回来 跟我吃碗 吃中饭 他就跟我讲说 我现在发现台湾的咖啡 真的是比美国的咖啡越来越好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美国的咖啡就是Starbucks 就是7-11 台湾的就是7-11 Starbucks 可是台湾的咖啡是客制化的咖啡 那个主人自己亲自调制的 而且他自己用他的品味 什么色香咖啡 什么各种的 那这个要告诉你是什么 台湾要去跟人家比量产 你比不败了 台湾要做的就是要从那个旗衣 整旗画衣的大量复制的 要走出各有特色的 你今天去淘宝宝 你去跟他比 我们比不过他 OK 淘宝宝他可以南瓜 大陆各式样的仿冒瓶 什么瓶都有 真的假的都搞不清楚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走出各有特色的 我这次请活动男人 在哪里吃饭 各位知道吗 我在Vanga 不是那个叫大稻城 就是那个迪化街 哇 精彩得不得了 同学有机会的话 去迪化街再走一遍看看 一定要从头走到尾 而且那巷弄里面进去 那个店你走进去 你会看什么台客栏 前面是台客栏 后面是咖啡厅 上面是喝茶的 哇 台湾居然可以在这个中间 找到这就叫做文化的产物 可是不表示这叫做文化 这是文创产业 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那个土地 是那个树 是那个干 是那个根 也就是如果我们在教育里面 没有这些基础 你只看到那个树木上 长出来的花朵 你认为这叫做文化 那是错的 那叫做文创 只有你那个树 砸得更深的时候 树长得更茂盛的时候 风雨来都不会怕的时候 它长出来的花朵 这叫做文创花朵 不管是观光 造成的是观光 变成文创 变成各种产品 所以台湾过去是因为 这样的扎根 造成后来这样的结果 但是我们现在 却忽略掉了那个结果 我们只看到结果 却忽略掉了原来的扎根的事实 所以当每一次大家谈到文化 就把它当作文创的时候 这是一个灾难 我们只想到做一部电影 但是我们如果人 没有这样的内涵 它做不到的 所以我回过头来 要告诉各位同学 就是请你装备自己 你要跟人家不一样的 一个最重要的优势 就是除了你专业 学习的东西以外 这叫做事的能力以外 请你有一件事情 不能放弃的 就是做人的能力 生活的能力 而这就叫做博雅教育 那么转换成 为什么我在支持华德福 因为华德福是从小学开始 幼儿园开始 就把博雅教育 融会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所以孩子是在一边做中间 一边在学 一边在吸收 而且他是完全动手的 他连课本都要自己写的 自己画的 老师都前一天画好故事 来跟你讲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对知识产生兴趣 所以他才会继续地往前好奇 所以老师重要的目的 不再是给他答案 而是让他不会对知识畏惧 当他有知识 有兴趣了以后 他自己会找到各种的工具 现在有太多可以让他往前面走的 所以这才是我觉得 现在目前台湾真正教育 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两年多前 我们开始把叶炳成 张辉成老师开始 做翻转教育 现在这些人已经都变成英雄了 叶炳成已经得到什么 总统奖 文化 总统什么教育奖 然后张辉成 现在已经是两万多个粉丝在上面 因为他挂在军医教育平台给他做了一个网站 他现在放假的时候 都要到马来西亚去演讲 新加坡去演讲 因为他有那个成就感 一个中学老师 我们帮他做行政助理 我的基金会就帮他做行政助理 为什么 他是厉害的人 我们帮他打杂 就像我帮湖南园打杂一样的 我们帮他做行政以后 他才可以走得更远 所以我们把好的老师 他有这些需要行政资源之后 我们就变成他后面的依靠 因为政府不可能给他一个 为一个中学老师编一个助理在旁边 不可能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改变的力量 那么过去不管在台中 什么王振忠老师 钟昌宏老师 一大堆的这些老师 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每一个人 让他们被撑起来 被大家看到 而这些人也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学习的方法在改变当中 所以你们跟国家一样 要先衡量自己的优势 然后看到世界的趋势 然后给自己找出一个定位 就专注于这个方向去实习 我前段时间 这几天 我有个小朋友 已经读到大三了 他说我也去做过海外游学了 我也做过打工了 也到你们结婚后做实习 我现在到大三了 请问你今年暑假 我要做什么事情 他说我想跟着你学习 我就问他你想要做公益事业吗 他说我暂时不想 那我说你想要做盈利事业吗 他说对 我说那你就不要跟我 因为我不是在赚钱的 我是在花钱的 那我更重要一点是 如果你想要做盈利事业 你要告诉我 你想要做哪一个行业 我说我的印象是 如果你要进入大学毕业以前 我说你还想读硕士吗 他说不想了 既然不想读硕士 大三到大四中间的书家 是你唯一最后在验证自己 可以做事情 做哪一个行业的最后机会 所以你要不要把握机会说 如果我想做会计师 我要不要到会计师 我走不拿钱的去实习 如果我今天想要做行销 我要不要到行销公司去 免费去做两个月的志工 我要今天要想到电来事业 我要不要想象中的 我要不要进到里面去 能够工作 如果你真的表现得很好 坦白地说 人家等到你一年以后 还会无缝隙地就把你请进来了 因为这中间 人家看到的是你的态度 可是同学们知道 态度现在变成我们非常大的威胁 因为我们过度的自由 现在进到教室的时候 有人可以直接睡觉 进到教室后 有人可以吃东西 有人可以很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你所忽略掉的是 世界正在不在等候你 你知道最大的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吗 我前上个礼拜六 我们在招生的说明会 就是六年级要升七年级的 跟一年级要进来的 我们在做试读营 因为我们现在学校 教室不够了 不是 学生太多了 所以要排队 那我们就要让他试读 看他适不适合住校 七年级一定要看到适不适合 然后我们就请台北的教育专家 跟着我们去帮忙做观音课 这孩子住在我们学校三天了 然后他们就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 那么结果他就发觉说 我就发觉说 为什么这两年孩子好像特别瘦小 结果那个老师给了我一个 非常震撼的答案 是什么吗 他说自从3C产品变成非常通用了以后 以前你还要走到电脑里面Wi-Fi才可以用的时候 那学校只要把Wi-Fi一关掉你就不能用了 那这个现在不是随时随地试机产品 然后年轻人晚上不睡觉 然后尤其在更小的小孩的Wi-Fi是什么呢 很多妈妈一吵就把东西给你 她就在玩游戏机 而两岁三岁就开始在玩 所以她不运动了 所以她这个事情让她专注的 那个眼睛就一直看着玩这个东西 然后更重要的是 在她晚上睡觉应该成长的最重要的时刻 她晚上偷偷在玩这个 到了国中的时候 那个社群网站跟社群网站 跟电动玩具 电动游戏 几乎把它迷到 沉溺到无法自拔 想想看我们年轻人 你想想看那个社群网站 可以对大家有多大的影响 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 社群网站到了大学那个社群网站 一大堆负面的语言 骂来骂去的各种 那个物以类聚的各种的 可以耽误你好多好多的时间 结果完全无意义 到了学校上课的时候已经打瞌睡了 也不能怪你 所以当你知道说一方面这个是 一方面它像一个天使一样的 给了你所有非常你想要学习的 非常丰富的咨询 它变成天使 另外一面它像个恶魔一样的 拉着你 无法成长 无法进步 所以这个时候 more than ever 比任何一个时期 同学们记得 你的自我纪律变成非常重要 self discipline 你能不能挡住这个诱惑 不受它的影响变得非常重要 而这个是一个非常难阻挡的能力 怎么样善用它为工具 却不被它驾驭 是我认为未来年轻人非常重要 可以让自己变成不一样的光举 所以任何发明作业 你必须要动手做什么的时候 要对它好奇 这你自己必须要要 但是如果你只好奇在这个 你只不过是全世界千百万人 上亿人的人 做的同样的一件事情 除非你自己真的实物地去体验 观察 了解 就像我刚才跟各位讲的 不过在两个礼拜前 我就学会了发现 哇 它居然影响到 我们的青年将来的成长 我记得几十年前 我们讲到的是 孩子的眼睛近视的问题 比率很高 现在问题已经不是了 成长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速度都该减缓 所以我就请凡老师 你帮我赶快做一个调查 做一个研究报告 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国家的 很重要的将来发展的一个指标 告诉他这是多严重 而在像我们的学校是 基本上现在我们还可以这样子 我们的住校生是 每一天进到宿舍 全部要放那个手机 都放在我们的养鸡盒里面 也就是对不起 请全部缴械 然后学校要做的是 想尽办法让你学划船 学造舟 学做各种东西 学舞蹈 学什么就是耗费你的精力 但是创造你的好奇 我刚刚给校长看到 我们的学生画的画 好厉害 这真的是孩子们就 当他有 当你不让他玩这个的时候 他可以专注在玩这个的时候 他就变成找到更多的自信 所以我要各位同学千万记得 你要记得 这绝对是一个严重的敌人 又是伟大的天使 那就单看你怎么样去对待他 所以请注意 要让自己不一样 你就没有别的选择 先了解自己的优势 然后利用各种的实习机会去探索你自己 不要为了赚钱去打工 除非你真的有经济需求 而是照倾向你自己想的东西 然后看这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 我看到一大堆年轻人是想要做厨师 因为张将成这些很出名 结果我就说让他进来试试看 我一个很有钱的朋友 他的小孩说要做厨师 我让他到我们厨房来坐 我理都不理他 坐了两个月以后 他妈妈看到我 我说孩子怎么样 他说瘦了十公斤 我说很好 恭喜 他想这个叔叔怎么这么残忍 我说孩子第一次终于他知道说 原来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 可是那个孩子后来 他说他一生里面最大的学习 就是在我们公司里面做了两年 因为他决定不做厨师了 但是他知道说原来 他必须要更谦卑的态度 去看他自己表面上 看起来美丽的工作 江振成到现在还平均 十六个小时的工作 也就是他到现在 已经变成世界级的名厨了 他还用十六个小时在工作 他在雅都工作的时候 我说小江你在雅都工作一年 他说总裁不是 我做了两年了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在法国餐厅工作 八个小时以外 我每天早上到点心房去 不拿钱去跟师傅学八小时 所以他是做十六小时 所以你想要变成 你想到自己的嗜好 到底是嗜好还是事业 请你蒙心自问 你能不能花了十六小时 十八小时你还乐此不倦 如果这样还能够不能打退你的话 那表示这就是你的试验 所以大三到大师重不重要 暑假的实习重不重要 大胆地去学习重不重要 他就是告诉你说 你只有用这样的方法认识自己 不要从重 看着人家一起讲 阿县流行做厨师 流行做什么 几十年前厨师完全没有地位 那个时候是我一直把它炒出来 台湾从第一个淡水商工 到开平上高雄参大 我都是他们的创效的主要的 这个driving force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重要 现在看到一大堆 我反而很讨厌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那都是虚伪的 因为你没有真实的能力 所以这些事我要跟各位讲 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快到了 我最后跟各位讲几个故事 很短的故事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 这个世界的问题 世界越来越不和平 各位知道 我刚刚讲做人的能力 就是生活的能力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的是 胡适博士那个时候就讲过一件事情 所以要看一个社会的文明 你看它三件事情 指标 看它怎么样对待女人 怎么样对待年轻人 小孩子就是教育 他怎么样 他的国民下班以后 做什么那样的事情 你要看一个社会的文明指标 就是这三点 前面两个我们大概都做到了 除了小孩子教得不够好以外 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各位 下班以后 他的学生做什么事情 非常重要 假设我们政府从九年国教 变成十二年国教 我们还在读书考试 读书考试 那完全浪费 我情愿说 我们加入更多的是 生活的能力 你即使是做个木匠 做个普通的工程机械师 你都懂得下了班以后 看你怎么生活 如果你的人下去 都是打麻将的 是一种生活 如果下了班都唱卡拉OK 是一种生活 上来玩大家都在玩定动玩具 是一种生活态度 但是如果下了班 他懂得欣赏音乐的 欣赏舞蹈的 懂得阅读一个诗篇的 懂得自己去绘画的 那这个时候告诉你的 是另外一种神文素养 这不就是我们 博雅教育里面强调的 所以我就讲 英武戏美 加上文学 文学当然也 文史则都是文学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 诗变的能力 各位我们现在政府已经计划 将来十八岁就可以投票了 可是请你告诉我们 你在高中的时候 有谁教你怎么诗变吗 他只有考试是非选择题 怎么诗变 有生论题吗 那当你老师都不知道 怎么样生论 那个老师的老师都不知道 怎么生变的时候 那学生怎么会判断是非 所以青年人要培养的一个 现在我希望各位能够补课的是 我现在看到三十几年前 英海光写的一本书 我到现在还很感动 它上面叫做思想的方法 三十几年前在台湾戒严时期 他在台大教学生的是 你们作为知识分子 要判断是非的能力 于是他说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要有无色的思想 然后他告诉你说是 族群是有颜色的 政党是有颜色 我们知道吗 红的 绿的 蓝的什么 你都知道是什么颜色 代表什么政党 然后族群有颜色 甚至于学校有颜色 不同的学校 轻大毕业的 什么大毕业的 然后各式社团都有颜色 辅论社 同他社 什么社 所以这些都是颜色 可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当事情奉到 是非跟对错的决策的时候 你要把那些颜色全部拿掉 你不要因为 它是我的同一政党的 他做错的事 我也支持他 他是我的敌人的政党 做对的事情 我不敢支持他 他告诉你的就是说 你有没有勇气 把是非放在中间 否定掉颜色 只要为台湾好 而不要牺牲 我个人的偏差 而这就叫做思想的方法 思想的方法会决定 台湾将来拥有民主以后 能不能善用民主的 最重要的成败的关键 而如果我们从小学到中学 都没有教的话 请在大学的时候 重新学习 英海光告诉各位的这些观念 现在在台湾没有人在教 这本书也是绝版了 但是它却是我认为 这么久以前 教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 指南跟标杆 那么各位亲爱的同学 千万记得 当你现在看到世界 这么样混乱的时候 你看到现在因为社群网站 可以在最遥远的人 在丹麦的 可以被在车程的人 影响的时候 你就知道社群网站 已经无远佛节 无远佛节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办法 就是要有识变的能力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当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这么多的战乱 却不会停止的时候 甚至于同样的宗教 居然可以残杀得这么严重的时候 像最近叙利亚发生的事情 你看造成人类 跟造成欧洲的中东的大迁徙 这么样的逃难 大逃亡 那么请各位想一想 为什么 怎么去解决 那么我最后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了 有一本书叫做《金钱的魅力》 Lin Twist写的这一本书 最后他描述了一段 199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92年到95年的时候 有一件大事情 大家没有注意到 那个时候是波斯尼亚 就是南斯拉夫在分裂战争 Bosniya Chartier 他们打得非常厉害 中间有回教徒 有正教徒 有基础教徒 结果打得非常厉害 你知道吗 有一个母亲 1995年战争结束 她到北京联合国 办了一个全球式妇女大会 结果她妈妈上去演讲 轮流了几个人去演讲 有很多很精彩的演讲 她妈妈上去演讲 她说 我的城市当时被攻陷 我是来自于Bosnia 她说我被绑着 亲眼看到我的先生 跟我的孩子被敌人杀死掉 然后我被重复重复的强暴 她说更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 她被重复重复的强暴 各位知道 过去最传统的做法 就是族群跟族群在打仗的时候 我要占有你的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你的男人全部杀掉 把你的女人怀我的肿 那么这就是以前最传统的做法 几个宗教都是那么残忍的 可是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她被十几个人强暴 然后最后战争结束以后 她最难堪的一件事情 她居然怀孕了 所以大部分的母亲 最后选择一定是堕胎 因为这是我敌人的 杀死我先生跟小孩的 这个 总 她说我最后做了一个 最后的决定说 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不单单要把他生下来 我要用最大的爱 去影响这个孩子 我们母子两个人 将来要告诉全世界 如果我们想要让人类 得到永远的和平 我们必须要能够 真正地用更大的大爱 去包容跟接纳跟改变 那么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想到这样的一个 伟大的母亲 用这样的决定去决定她 这么多的仇恨 这么多的痛苦 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 伟大的决定的时候 那么时候我们心中 还有什么恨 还有什么事情无法解决 我们还有什么事情 不能够用更大的包容 而不是一天到晚 社区网站的负面批评 去正面地看我们的社会 珍惜我们 好不容易得来的民族跟自由 亲爱的伙伴们 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的一举一行 一言一行一动 言行举止 讲错了 请大家千万珍惜它 因为所作所为 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到别人 你做的是负面的 它就是负面的 你做的是谣言 就是谣言 但是你能不能用正面地 想想那个波斯尼亚的母亲 我们台湾 有这么宽广的自由 让我们更珍惜我们的环境 我们认识自己的优势 人类将来 有两件事情会发生 一个是科技的发展 我无可限量地发展 开发继续地发展 但是它是持续地破坏 精神的领域 一直在衰落 唯一要改变的一种趋势 就是我们把物质的欲望 要降低 把精神的领域提升 当物质的欲望 开始降低了以后 那么你就发觉说 我跟所有的人一样啊 圣言法师告诉他说 你在生命中想要的太多 你需要的没有那么多啊 那如果你需要不多的时候 你就发现我真正需要的是 我精神上的粮食是不一样的 你每一次看书的时候 给你的感动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透过一个人 一本书 穿透了这个人 一辈子的经验来告诉我 我等于多活了一个人的人生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的生命是多么的 多么的有价值跟有意义 你可以透过音乐 可以动个绘画 然后让你的心情 可以完全地沉淀下来 生命可以无比地美好 亲爱的同学们 亲爱的老师们 让我们都朝这个目标努力 台湾依然美丽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严谣 长寿董事长这么精彩的演讲 我想大家应该都心里很澎湃的对不对 有没有立刻想要去学一点 什么特别文艺清晰的东西 来培养一下自己的内涵呢 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 亚洲大学要送一点小礼物 给我们的董事长 让我们先欢迎我们的 蔡清发蔡校长上来赠礼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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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精彩了 谢谢 好 谢谢同学们 谢谢大家